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 我有一個新創作 就是香蕉糯米餅 我手上的材料很簡單 花奶、糯米粉、香蕉、砂糖 淫理濃濃 首先我說明這隻蕉比較小 連皮只有130g 所以要磅磅磅 因為蕉的尺寸很大 所以材料的份量就不同了 首先把香蕉切片 用盤子壓一下 讓它軟一點 或者用刀背拍一下 然後把香蕉切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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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這個形狀 像漿糊一樣 然後把香蕉切開 我會用少許糖 用多少自己決定 因為我開始肥 我開始肥 1茶匙的糖 還有2湯匙的花奶 攪拌 再攪拌 攪拌到這個形狀就可以了 接著加朗米粉 因為正如我說過 這個香蕉叫做小瓶 每一隻的切裂都不一樣 所以要就特力 首先加4分一杯 攪拌 攪拌 跟以前做的所有糕点一样 最重要是成团 你可以搓出一块粉 很明显现在需要更多糯米粉 它还未成团 你不可以拿在手里搓 或者用一个汤匙来开始 这里是一汤匙 再搅拌一下 如果你在家做的时候 你也是这样 你开始下四分之一 就要就住 应该是半杯面粉 还要加的 但我用汤匙会量得肿 就得好些 2汤匙 下了 你看到它稠很多了 还要落脚米粉 你不可以拿在手里搓 现在还是3汤匙 3汤匙 这样还是不可以的 好了 下到4汤匙 先把鸡蛋 我们就着下来 第五汤匙面粉 糯米粉 这个不是面粉 应该差不多了 你见到它成断了 开始 你见到这样的形式 就可以用手搓 如果它很黏 搓不到就要加粉 还是偏向于黏 我倒出来了 给大家看 它还是很黏的 就是说未够的面粉 我还要加 第六汤匙的糯米粉 搓平 好些了 尽量索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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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才已经加到 第五汤匙 都未够 你看粒粒粒 还要加 第六汤匙 应该接近 初头下完四分一杯 一汤匙一汤匙 一汤匙一汤匙 你喜欢做大份 就大份 如果我拿去煎 我就会按扁 用手按扁 按扁 按扁 捏薄 它变成一个圆形的饼 按扁 我会煎四块给大家看 然后另外三块 我会炸给大家看 按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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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喜欢薄一点 就捏薄一点 我觉得这个厚度对 圆圆的 它出来的迈相都不错 也挺漂亮的 煎得漂亮的 这三块我会拿去炸 炸出来 我可以跟你说很好吃 炸出来 因为炸出来 它不会像用糯米粉 它不会像用糯米粉 它不会发大 它 皮会很脆 但它里面很甘香 我首先就示范一下 如何煎这个糯米饼 我教高火 等我烤焦 就要转小 为什么呢 因为香蕉很容易焦 转去小火 然后就放它下去 扫了一层油 首先呢 接着呢 我们就要盖上盖 小火盖上盖 每边煎它 4分钟左右 要整 哇 这么快就4分钟了 那我们要翻一翻它 你看到这边已经有点焦了 两边煎 要不然它黑了就不漂亮了 如果你不是用小火 你心急是做不到事的 我们一定要慢慢慢慢 慢慢 锅烫了 我还要再用火 调小一点 调小半度 然后4分钟后 我们就演组好了 那油温一得 我们就要转中火 我这个呢 刚才不记得开机 我已经炸了 油温一得之后 就转中火 就炸它 约4分钟左右 就可以了 可以拿开 面会很脆 里面很软 很好味 我们下期待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